提摩泰后书 奉神旨意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泰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窃窃地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尾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眺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诏照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他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 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般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肥吉禄 和黑魔奇尼 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愿主使他在那日 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服索 怎样多多地服侍我 是你明明知道的 quand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